外傳前總統李登輝想要促成宋楚瑜和失明的搭檔參選 李登輝今天也否認了 他說這是有心人故意釋放李宋結合的不實消息 而針對日前傳出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 請李登輝出面說服中央銀行總裁彭懷南搭檔競選 李登輝今天也提出了否認 他說蔡蓬佩的機會不大 蔡英文應該要另外尋找適合的人選 外傳前總統李登輝居中協調 親民黨主席宋楚瑜 與前民進黨主席失明的搭檔參選 二零一二正副總統 李登輝說根本沒這回事 日前也傳出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 唯請李登輝擔任稅客 遊說中央銀行總裁彭懷南搭檔參選 李登輝說的確有邀請彭懷南到他的官邸 聊聊最近金融與股會市的狀況 但和蔡英文的副手議題無關 李登輝也否認蔡英文有救副手人選 請教他的意見 還說不會給蔡英文這方面的建議 不過包括綠英 菊英等在野勢力 面對下屆總統大選 都傳出請求李登輝出面協助的傳聞 也可以看出這位已經卸任 將近十二年的前總統 在政壇上還是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與重要性 記者 張雄 張子佳 特別報導